早上七點多 遠景正準備出勤巡邏 沒想到就在路口看到一輛娃娃車 違規紅燈迴轉 遠景擔心車上孩童安危 立刻追上去盤查 一打開車門就聞到酒味 一側酒測值高達0.21 車子當場被扣 遠景進一步查看娃娃車內裝 已經改成一般座位 駕駛表示這是他買來的二手娃娃車 原本車身的幼兒園字樣已經突銷 他只是作為載送工人之用 只是看看車子的外觀 黃色車身 綠色的車頂跟車底 都跟娃娃車如出一側 也難怪遠景會誤會 因為目前是沒有對外觀有規定 有違法的事項 而且他也有變更他的車牌了 所以變成這個車子就像一般的 自小客車在使用 這名50歲的駕駛公車 前一晚在屏農住家 喝了兩瓶啤酒 26號一早要載送工人 到高雄左營的工地工作 懷疑是酒精沒完全代謝 導致酒駕上路 加上他又在派出所大門前 違規迴轉 得吃上兩張罰單 靜新聞 專領 楊世五 採訪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